原标题,7日全国接待国内游客龄,42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329亿,中兴网10月7日电,据国家旅游局网站消息,2017年国庆中秋假日临近尾声,部分游客踏上返程,各地市场秩序良好,无重大自律安全事件发生,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兴综合测算,当天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龄, 42亿人次,同比增长17%,6%,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29亿元,同比增长14%,8%,今日中远程游客开始返程,旅游市场平稳回落,部分地区人保持较高热度,市区休闲和郊区旅游开始成为消费主流,各地的周末休闲,户外文体,博物馆参观,餐饮购物, 街庆娱乐等活动明显增加,返程游带东沿途城市及散地,休闲农业,旅游度假区市场,从旅行商数据看,部分游客开始预定假日后期以及节后线路, 此外,旅游市场秩序井然,旅游高峰平稳度过,各项工作有序进行,长假接近尾声,各地旅游工作人员继续全天后在港,执法部门严打旅游违法,各大旅游集散地,舍旅运营企业投入更大人力物力,加强服务疏导,公路,铁路, 民航开始迎来返程最高峰,交通压力持续加大,大城市周边路网,进出城公路相关部门全员之勤,铁路客流持续攀升,客运在创新高,7日预计罚送旅客一, 361万人次,民航进入假日最高峰运行期,天气对交通出行,景区接待产生一定影响,较强冷空气影响北方地区,华北有中度雾霾,新疆黑龙江降温降雪,部分地区有大雨,暴雨天气,一发团雾天气,交通道路路面湿滑,河北,辽宁部分高速限航,关闭,提醒广大游客返程时注意天气, 部分省区市旅游城市和景区点情况如下,北京市10月7日全市监测的163家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40,7万人次同比增长177,8%其中故宫博物院接待6,6万人同比增长129,8% 仪和园接待5万人同比增长75%,牧田玉长城接待1万人同比增长117,8%大岭长城接待4,1万人同比增长202%,天津市10月7日全市监测的107家重点景区 共接待游客112,98万人次部分新级饭店和快捷酒店监测数据显示平均出租率62,65% 游轮旅游轮旅游等新业态越来越受到游客追捧 全域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等新模式取得明显成效 内蒙古自治区10月7日全区共接待国内游客146,3万人次同比增长25% 46%实现旅游收入时33亿元同比增长27% 阿拉善蒙俄纪纳通过举办胡杨林和英雄会项目 单日接待游客量达34,92万人次成为全区当日接待量最大的地区 辽宁省10月7日全省共计接待游客372万人次同比增长11% 实现旅游收入时906亿元同比增长9% 滨海油和温泉油保持热度本期辽阳本地温泉养生油仍然吸引了大量游客 飞口辽和老街接待二五万余人次月亮湖景区和山海广场景区接待三万余人次 盖州北海仙人岛黄金海岸景区接待游客均超过两万人次 赤山景区接待三千余人次上海市今天是国庆中秋假日第七天受益于天气情好 假期延长旅游市场保持火热全市135家景区共接待游客 88万人次同比增长55% 其中纳入假日监测统计的十七家景区共接待游客25 67万人次同比增长107% 安徽省10月7日全省共接待游客733 7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1 8亿元受长假返程高峰及天气转情因素影响 省内针对本地及周边的短程一日游行是成增长态势 浙江省10月7日全省累计接待游客780 2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0 58亿元 今日天气情好气温适宜游客返程流量增加 总体客流量照前几日明显回落 热门景区和城市周边竞销景点还是火爆 各地酒店民宿入住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 福建省10月7日全省接待游客389 50万人次比增26 4%实现旅游收入29 63亿元比增33 65%清新休闲游文化游温泉美食游 购物游深受游客青睐 自驾自助游 短程进交出游 乡村旅游依然火爆 江西省得益于全省天气情好 气温回升 游客周边游 自驾游的热情依旧不减 各大景区持续火爆 10月7日全省共接待游客511 22万人次 通比增长9 11% 实现旅游收入30 68亿元 通比增长20 07% 各地将休闲旅游与节庆活动相结合 活动精彩分成 赣州市大渔县压山 组织乡村海洋嘉年华 瑞金市开展2017年秋季乡村文化旅游活动 新渔市渔水区举办一品不尽的人 汉韵味 赏不玩的民俗风情味主题的乡村文化旅游节 吉安市万安县举办万安湖生态于烹饪大赛季客家特色美食节 街庆活动与休闲旅游乡村旅游相结合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周边市民前往观看参与互动 山东省群省当天纳入监测的百家景区共接待游客177 1万人次通比增长15% 3%实现门票收入5710 5万元同比增长17% 日照市五连山大榆林飞行基地推出的京秋飞行节 让游客乘坐滑翔机低空飞行充分体验新鲜刺激 资博士整合工业旅游温泉黄河采摘等优势旅游资源 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旅游假日旅游产品 河南省10月7日河南省纳入预报范围的60个景区接待人数同比增长42% 17% 门票收入同比增长59% 分之九十七 背包露营结伴齐行采摘锤调品尝农家宴等多种形式乡村游收到游客的追捧 落河南街村景区开展的人民公社大舞台活动 卢氏举办乡村旅游美食节 济原市下野镇寒宴村举办红果节 浓浓香土味成为人们望山见水衣相仇的重要载体 贵州省10月7日全省共接待游客372 93万人次同比增长41% 实现旅游收入24% 95亿元同比增长43% 当天全省游客接待量超万人次的景区有62个 其中超过2万人次的有37个 包括江口范镜山西江千户苗寨 黄果树马岭和峡谷万峰林木厄阁古城 立博大小七孔正远古城 黎平照新洞寨开阳十里画廊知金洞等 甘肃省全省当日共接待游客112万人次 同比增长22% 5%其中平梁空棚山景区2 8万人次嘉域关关城景区2 138万人次敦鹏明沙山岳崖全景区1 72万人次天水麦基山大景区1 6万人次张叶七彩丹霞景区3万人次敦煌木高窟景区1 76万人次宁夏回族自治区10月7日全区共接待游客27 2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 9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8 78%和20 16%智慧旅游助推明夏假日旅游发展智慧旅游产业管理与服务平台实现了对全区旅游实施动态监控 您下旅游微信平台和您下旅游资讯网先后发布信息引导游客合理出行 责任编辑张建立